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也是最美的 我相信当你到达这小镇时 你会不由地惊呼起来 湖水特别蓝 像玛瑙又像翡翠 蓝得令人心醉 龙格恩湖呈长条形 南北向 大约长两公里 宽0.8公里 面积约2.01平方公里 在湖的中部 有一座向湖中间突进去的小山头 就向龙格恩湖细细地摇 把湖分成了南北两部分 村子在湖的南面 一个美到自带滤镜的地方 在瑞士 我更加推荐自驾 能省下不少时间 而且看到美景 随时可以找个地方停下 我影片中有些全景的位置 是需要驾车过龙江出口 继续往英特拉肯方向走 才能看到 照片感觉不到我们亲眼看到的美 所以很多时候 还是要自己亲自来体验体验 蓝绿色的水 五彩缤纷的童话世界 一步一景 美到令人窒息 时间充裕的话 可以沿着湖徒步一段 可以饱览湖光山色 徒步的起点 位于龙江小镇的教堂 停车场也在这里 教堂是小镇最高的建筑物 大气宏伟 小镇内的居民 也各有特色 有的屋前屋后全是花 有的画着一些小动物 有的在墙上用花体字 写自己的姓氏 路边的路标和地图 也很清楚 哪个方向是去湖边的 哪条是自行车道 我来的时候 正好是夏天 所以看见有一家大小 在湖里游泳玩水 湖中还有一条长长的滑水道 岸边便是柔软的沙滩 根据当地人的讲解 这里的湖水侵略甘甜 可以直接饮用 这小镇远离喧气 古仆而宁静 没有大量游客的滋扰 还有的路口 竖了卡通小孩的形象 提醒司机放慢速度 且注意在路边玩耍的孩子 来到这 大片大片长满了青草 空气中弥漫着芳草壁水 混合后独特的清新气息 在龙格恩 除了享受自然与宁静外 同样也有很多好玩的地方 如果想从山上俯瞰湖泊 可以乘坐缆车上山 龙江的徒步 有很多路线可以选择 从简单的约40分钟徒步 到复杂的约3-5小时的远足登山路线都有 还可以请专业导游带领您徒步登山 绕湖步行的路线约是9公里 是一条比较简单的路线 龙江天主教堂位于镇的南部 是以新格特式风格建造 教堂于1893年建造 教堂彩色的窗户都非常值得欣赏 让我们来近距离听一听 教堂整点的敲钟声吧 在这般美妙的环境中漫步 会让人忘记时间的存在 自驾游的小伙伴们可以开着车沿路上山 从高处俯瞰龙江的美景 这是在山上看下去的景色 龙江的一年四季都很美 夏天和冬天都可以去 夏天不热 绿水青山鲜花遍地 冬天可以来此地尽情感受冰雪世界 去阿尔卑斯山滑雪 去游览少女风 大别墅门前养着自家的牛和羊 还有振振的牛铃 来到瑞士旅游 就请让自己尽情地陶醉在美景中 享受这是外桃源吧 下一站我们来到了英特拉肯 英特拉肯是瑞士博尔尼州的一个城市 是世界著名的旅游城市 英特拉肯在地理上是博尔尼高地的中心 这里出产著名的首访精细网制品 这里的传统手工彩桃制品也极为出名 图案有当地乡村特色的 也有现代风味的 深受游客青睐 英特拉肯是少女风脚下最热门的旅游观光圣地 也是瑞士著名的度假圣地之一 这是一家赌场位于在河维克街的中央 河维克街是连接英特拉肯东站与西站 市区的最主要街道 这里人流如潮 游客永远要比当地居民多 街道的南侧是河黑马特绿地 北侧有高级酒店 赌场 沿着这条大街直走约25分钟 就能走到尽头 这条大街聚集了名牌手表店 名牌商店 办手礼店等等 内型都比较观光 工厂化商品一点 但适合购买瑞士元素的纪念品 如瑞士刀和明信片 阿勒河是莱因河的一个支流 它发源博尔尼州阿尔卑斯山脉 中瑞士最大的阿莱奇冰川 并在德瑞交界瑞士一侧的科布伦池 汇入莱因河 阿勒河算是首尾都在瑞士境内最长的河流 全长约295公里 英特拉肯所在位置是阿勒河谷中较宽阔的冲击平原 又正好处在阿勒河谷和吕瓷青河谷交汇处 独特的地理环境 使小镇成为了博尔尼高地的交通枢纽 在不大的小镇中 建设有两个火车站 英特拉肯亦是运动胜地 丰富的冬季与夏季运动 如夏季的山间游览 爬山 冲浪 游泳 驾驶帆船 高尔夫球等 冬季的滑坡 越野滑雪 冰上滑石等等 现在带你们去一家CP直高的甜品店吃冰 这是一家意大利正宗口味的冰淇淋 相当热门 CP直高 一去到就看见排队的人潮 在这里还能看见滑翔伞降落 接下来的拍摄地点是在我们酒店附近的冰川 放眼湖边都是碧绿的森林 陡峭的山崖 你们看看这一路的美景是不是太美了呢 我们的瑞士旅行是走哪算哪 并没有刻意追求网红地点等 毕竟瑞士哪里都很漂亮 由于我们去的时候是瑞士的夏季 高纬度国家日照时间特别长 这也让我们每天玩耍的时间变多了 看完后是不是好像来到了世外桃源呀 可能这世界上真的有世外桃源的存在呢 大家觉得好看吗 欢迎大家留言给我 好了 我们也准备下山回去休息啦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点赞 留言 点击右上角的链接 观看其他瑞士的影片 谢谢收看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看见